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量化宽松期限视频之,量化宽松之后我们的钱都去哪里了,那么在此之前我已经录制了两个视频了,第一个视频呢,我们讲的是政府是通过一个什么样子公平的高效的机制,能够快速的把这种扶持的基金,旧式的基金,发放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基金, 真正有需要的这种企业家手上,第二个视频呢,我们讲的就是政府同样是发钱,但是不同发钱的方式可能会使得整个旧式的效果会有截然的不同,自下而上的扶持计划可能会使得更多的人达到他的比如说生存满足点,然后就开始停止了工作,而自上而下的这种方式呢,可能更高效的 稳定住了整个社会的结构,在整个疫情结束之后,可能会更快速的就是让整个经济回到正轨,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聊的是,如果当政府在救世过程当中发现自己国库空虚了,怎么办?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其实大家也不难想象,是整个系列视频当中,重中之重,那么也就是讲量化宽松这件事情,但是在讲量化宽松这件事情之前呢,我想先讲一下,就是如果是在古代出现了碳灾,水灾, 我们经常在这种连续剧古装剧里面看到啊,这个震灾之后要拨银粮啊,然后或者是开仓放粮啊,这个就是在古代的这种出现大疫情之后的,这朝廷的解决方案,那么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开仓放粮, 让这些啊,比如说受到旱灾的农民,呃,能够有粮食吃,至少能活到第二年,第二年,然后呃,如果有雨季,那么就整个农耕的业务可以继续发展,那么整个疫情也好像是平稳度过了,那么这个是在古代,当大家的需求,呃,并还仅限于这种生存的时候,开仓放粮就是一个最好的, 量化宽松,啊,最高效的量化宽松,当然现在我们到了现代,如果再用这种开仓放粮的方式呢,可能会,呃,毕竟大家的需求啊,也不太一样了,而且对这个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这个你天天这个只是开仓放粮,肯定会引起很多吃瓜群众的不满,他们会说啊,我其实要吃面,我不想吃粮食,我不想吃米,对吧,或者是他们的需求啊,我想喝酒,我想这个那个的,需求不一样,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开仓放粮这件事情,就不大现实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聪明的政府就想出了另外一个手段,那么就是说,好,我也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什么,你们是想吃米,想吃面,想吃肉,想吃菜,无所谓,我呢,给你钱, 那么给钱呢,还是给钱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出现的问题是,不好意思,我现在这个人太多了,我这个可流动资金不是那么多啊,在不是这么多的情况下, 我怎么样去,就假设我只有这么多的钱,政府也只有这么多的钱,那我可能同样是扶持企业,我今天这个扶持一点,明天那个扶持企业,我可能整个国库都 直接掏空了,我才扶持了一万个企业,但是我背后还有另外的两万个企业,还没有被扶持到,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个 政府就想到了,来来来,我们再印一达钱,当然印钱这件事情,没有哪个政府会跟你讲,他是在印钱,他总会用一些更加高大上的方式,去给你解释这个,这个印钱这个行为,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在印钱,对吧,有的人,有的比如像美国政府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回购国债,这也是一种量化方式的,量化宽松的方式, 另外一种呢,就是我直接给这个人民发钱,这也是一种方式,或者说我给你放贷款,这也是一种量化宽松的方式,对吧,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不讨论具体的这个量化宽松方式,我们统一把它 叫成就是印钱,那么我们原来这个国库只有 一万块钱,现在我们 多印了一万块钱,但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些吃瓜群众是不知道的 于是乎我就可以拿这一万块钱,和再加上我原来的这已经有的一万块钱,然后冲到这个市场里面,当然政府可能会留这么一点点钱,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钱,全冲斥到这个市场里面,来扶持这些企业 那么企业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企业也知道这是量化宽松,那企业会因为这个面值跟以前的面值不一样,而就不拿这笔钱了吗呢 不可能,他一定还会拿这笔钱 所以他也拿这些钱,那他也知道因为量化宽松之后啊,这个钱会越来越多,所以手上的钱也会贬值 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式就是多挣钱,争取能够赶得上量化宽松,而且呢,没有人知道到底政府印了多少钱 在这个情况下,就是大家会拼命的去就是赚钱,那么其实量化宽松的其中一个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就是刺激市场,刺激消费,刺激投资,刺激金融等等的这些方式,所得钱 分散到各个企业家手上,我们不管怎么样去发放,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量化宽松的方式 那么在这个市场上面,可能原本整个政府呢有70%的钱,对吧 他可能多悄悄地多印出来了20%的钱 所以现在整个市场上就变成了120%的钱 发放不到每个企业家呢 实话实说这种感觉是比较有延迟的感受 大家会说 那么在当政府把这些钱 稀释到各个企业之后 有些人会说这个会导致通货膨胀 其实通货膨胀是一个非常滞后的反应 甚至在短期之内不会有人会感受到通货膨胀 为什么 因为在现在的当代社会里面 其实很多产业都已经达到了这种产能过剩的状态 其中包括这种比如说手指 比如说粮食 这些东西在这种发达国家 已经达到了这种产能过剩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其实政府在印钱的同时 他其实也可以在市场上面发放一些这种急需的物资 来导致整个供需的依旧平衡 那么最多在整个市场消化了所有的这些资金之后 其实整个市场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大部分的这些资金呢 可能又回流到了这个政府的这个资金里面 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一个叫做整个经济危机的软着陆 让大家会不会有那么大的感觉 当然了 这个不排除有一些政府可能这个救世新切香 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逆势增长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也有这样的方式 那我们就更多印更多的钱 那么现在这个政府加上了 我要就是在整个疫情当中 我要逆势而行 我要在所有全世界都在抗击疫情的时候 我的股票要打涨 怎么办 印更多的钱 对吧 这是不管了 这个钱都这个已经 这个原来的纸都已经用不完了 对吧 现在这个管它是什么纸呢 反正盖个章就说是美金 也有可能对吧 就是把这些钱 那我们就原来说的是 可能百分之百的这些正常的钱里面 我们多印出来个百分之二十 现在我直接印出个百分之七十 冲到这个市场上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那么有的 当然这个现在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政府 已经不会这么做了 但是如果产生了这种突然多印出来五落钱 吸食到这个市场里面 那么原来的一万块钱 现在可能是一万八千块钱 就增加了非常多 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市场虽然在短期之内 不会发生这种通货膨胀 但是它会非常快速的 整个市场会发现 我原来就五粒大米 这个大家我们如果每人都分一点点钱 我们都还买得了大米 现在所有的人 这个都有一大堆钱 这些钱足以可以买完所有的那些大米的时候 那么这个大米自然而然会涨价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宽松之后的一个双刃键 会很快的体现出来 叫做恶性的通货膨胀 恶性通货膨胀不是一时间就能够解决的 而且这种会导致更多的人的这种消费恐慌 那么大家可能在 那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性会经历过这个恶性通货膨胀 当年我记得冰岛币就是恶性通货膨胀 就是今天的大米的价格 十万块钱一斤的时候 明天可能就变成了十二万十三万块钱 那么那种其实就是直接产生了叫做恐慌性的通货膨胀 因为群众已经对所有的这种定价标准 就是丧失 就是没有一个标杆了 因为每天这个价格都会涨 这种时候呢 就会发现这个原来真实的法币变得一文不值 你恨不得拿它直接当草纸用 甚至拿它都买不出来一卷草纸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那么今天呢 这个视频我们讲的就是量化宽松 以及量化宽松之后的后果 那我们总结来说 适当的量化宽松 其实可以让整个市场的经济衰退周期 从硬着陆变成转着陆 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如果整个政府没有一个非常量化的 就是或者是打开无限量化宽松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他的钱贬值已经不仅仅是他印了多少钱 而是整个市场对这件事情的恐慌性的通货膨胀 会对整个国家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经济产生 这个会对未来这个整个国家 未来二会对这个国家未来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整个经济产生这一种深远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动荡 那么这种就是恶性通货公众 那么量化宽松是一把双人件 但是用好了呢 它一定能让这个社会进行一个合理的这种吸收 这种缓慢的下降 不会这种硬着陆导致这种过度的人员伤亡 那么我在这里呢 也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刚才所说的这个法币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可以自己做量化宽松 也就是自己印钱 那么如果有一天这个世界上没有了法币 取而代之的呢 是这个世界上统一的一种数字合币 到那个时候 如果这个世界再次发生一次疫情 那么这个社会又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呢 我给大家卖一个关子 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就是 当世界没有了法币 取而代之的是区块链的数字货币 那么当世界面临疫情时 数字货币又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呢 好的 我们视频大概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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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